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 祂有道 可是祂成了肉身 我们应该回头来学耶稣的样式 让道对现代的人的困境能够说话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 去年我曾访谈夏中坚牧师 谈到他是如何看待台湾教会过去几十年的成长与发展 有许多听众和我们分享 那一集他们的收获非常的丰富 也给他们崭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教会的现况 今天我们邀请到夏中坚牧师的儿子夏浩玲牧师 来谈谈近十年台湾教会的发展亮点 以及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以及华人教会在回应宣教使命上 遇到了哪一些瓶颈 又该如何重新理解宣教使命往前走呢 浩玲牧师你好 大家好 刚刚是最官方的一句话 其实私下我们都叫彼此名字 马克牧师其实是我福乐神学院的学长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是我去福乐读神学 然后我要实习的职位 就是马克毕业后留下来的 所以那是我们一开始初步认识 是因为这样一个机缘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访谈马克 是 我也很荣幸能够被你访谈 对 那马克牧师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就是作为一个爸爸父亲也是牧师 从小在这个PK的家庭长大 你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历跟体会好吗 我爸爸是一位牧师 他叫夏中坚 他在我小时候就刁难我 因为他给我取了一根奇怪的名字 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叫不出 没有办法正确的叫出我的名字 我叫夏浩玲 夏是夏天的夏 浩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天 的号这个意思是夏天的天 夏天的老天爷的意思 所以是号 然后灵呢是灵魂的灵的繁体字 但是没有下面的巫婆的巫 所以上面是一个雨 下雨的雨 下面是三个口 那这个其实是灵魂的灵这个字的骨体 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呢 因为他说我的出生呢 我们一家就变成三口 就是他们夫妻和我三个人 然后上帝寝福如雨 给我们一家三口 所以是灵 那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个老师 一次就把我的名字念对 然后还摇头晃朗的说 这个名字很有诗意 这个老师是大学专门教文字学的 中文系的教授 只有他念对了 其实他全部都没有念对 所以这就是我成长的背景 作为一个牧家的小孩 其实我跟一般的牧家小孩 比较不那么完全一样 虽然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成长的历程 我也经历过 但是因为我父亲过去 比较多是在机构里面服侍 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 又相对而言是一个蛮大的教会 所以牧家小孩不是只有我一个 所以相对而言比较不会被针对 不过还是承受了蛮多的 没有必要的压力 那但是也因为这个角度 所以其实我蛮有机会观察到一些 教会的真实的样态 牧家小孩或者牧者家庭 所面对的一些不同的压力 那当然也因此慢慢萌生了 我对服侍众教会的一种渴望 或者一种意向 那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呼召蛮特别的 不是服侍一个教会 而是服侍众教会 所以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看了蛮多教会 教会的牧师 甚至有时候是住在别的牧师家 可能去玩 然后就住在那个牧师家 你就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 那我觉得这些风景 其实都是促成我 关注整个教会的发展 很大的一些养分 或者一些刺激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背景 所以就是从小父亲 夏中介牧师其实我们也访谈过 他对整个台湾教会 基本上是过去这几十年 是看着跟着 也参与在台湾教会的整个发展当中 那今天其实我也很好奇 就是听完老夏牧师的分享 那夏中介牧师的儿子 小夏牧师 浩林牧师 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其实也看到众教会 不同面向的一些状况 以及你有一个服侍众教会的心 那我其实你们 你跟你的机构 其实你们长期从老夏牧师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都是长期 关注台湾教会发展趋势的一个机构 很重要的一个机构 定期也会做一些调研 定期也会发布 对台湾教会好像是一个体检 那我们大概半年多前 有听过老夏牧师 从他的角度来分享 他看到的过去几十年 台湾教会的发展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样貌 那我很好奇从你的角度 特别是如果把时间缩现在近十年的话 你看到台湾教会近十年 有哪一些发展的趋势呢 以及当中有哪一些的亮点潜力 如果从数字上来看的话 其实在2017年之前 台湾的教会 是呈现一个望上吞飞的状态 其实是令人兴奋的 我还记得我在 第九届的华府会 代表台湾来报告 台湾的教会发展趋势的时候 其实多数人都是兴奋的 连我都很兴奋 因为其实台湾教会 在更望前 在第九届华府会之前的 二十年里面 其实是不断呈现成长趋势的 堂会或者是聚会人数 都是如此 可是到了2017年到2022年之间 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中间停了一次的统计 但是当2022年的数据出来 其实我是吓一大跳的 因为2022年的数据 跟2017年相比 近乎砍半了 那这个其实是蛮叫人挫败的 而且因为我们都做了一个数据 这个是2022年 我们做了一个青少年的数据 那2017年的时候 这些青少年还是儿童嘛 所以那个时候有做儿童 那你就可以追踪说 这些儿童五年以后 变成青少年 他们在教会留下来的人数 还有多少 实际上我们发现 2017年如果有三个孩子 三个儿童在一个教会里面 那么到了2022年 他们进入青少年的时候 只留下一格 那其实这是 蛮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是数字 告诉我们的趋势 数字有时候人酷无情 不过从观察来看 从经验的观察来看 我觉得台湾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和突破 这个成长和突破 就是我们过去 比较把传福音这件事情 当作是 我们把人带来教会 就弟兄姐妹把人带来教会 然后接下来就教会的事 最好弟兄姐妹把人带来教会 他还决志了 他留在教会了 那接下来真的就不关 弟兄姐妹的事 算句话说 弟兄姐妹有点像是 把人带来百货公司 至于百货公司要怎么样 把这个人留住 好像是百货公司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过去五到十年里面 台湾教会开始有了 另外一个概念 这跟一些教会在推动 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是有直接相关的 这个概念就是 你不只要把人带来教会 你生他 你还要养他 你还要陪伴他成长 甚至帮助他 长成基督的样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 所以我认为台湾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在传福音的这个观念上 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这是令人兴奋的 可是呢 我也不得不去接受另外一个 同时也发生的事实 就是台湾教会在 面对圣儿公的教会这个概念上 其实是越来越脆弱的 就是台湾教会 其实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面呢 是越来越堂会主义 或者说看见自己堂会的发展 而不在乎其他的 整个国度 或者其他的堂会的发展 那更令人忧心的事情是 其实在疫情前 我们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 就是教会花很多的精力 金钱去发展的事情 常常可能是 怎么说呢 常常可能是一个 很轻易就可以被震动的国 OK 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不震动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台湾的教会 你用年度预算来看 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去除了人事费用以外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能去所谓的把敬拜做得更好 那无论钱是怎么花的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用去谈 可是当一场疫情来 整个敬拜施工基本上停顿 那我就不得不问这个问题 我们所建造的敬拜 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精神 这么多时间 动用这么多人力 所建造的敬拜 是一个不能震动的 还是会震动的 那不要讲疫情 其实我常常跟台湾教会的牧师 因为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蛮多的牧师 甚至在聚会里面 那当我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常常会挑战他们一个假设的场景 但这个假设的场景应该不会出现 也希望不会出现 可是它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假设 你知道我们学哲学的 很喜欢做极端的假设 来检验我们的理论 那这个极端的假设是这样子的 假设有一天台湾突然发生超级大地震 而且全台湾什么房屋都没有震倒 唯一震倒的就是全台湾的教堂 然后所有台湾人都认定 会有这样的地震 会有这样的灾难 都是因为你们基督徒 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我就假设它发生了 然后因此台湾人公投决定 只要你是基督徒 就全部要抓到监牢里面关 问教会还会延续吗 在概念上我们都知道当然可以 在监狱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敬拜神 像保罗和希拉一样 可是实际上 我们过去所建造的 整个教会的结构和系统 根本经不起地震 经不起这种迫害 经不起进入监狱 所以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 刚发生其实台湾并没有很严重 但是非常非常多的教会 就在开始担忧说 糟糕 教会怎么办 为什么会担忧这种事情 如果教会是不可震动的 这疫情怎么会影响教会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去处理 可能我们现在在现阶段 在现在的台湾的环境 人事实地物 还有现在的条件 好像很自由 很开放的一个条件 经济状况也还OK的一个条件下 我们其实很努力地建造了一个 我们认为的神国 或者我们认为的教会 是我不得不去面对 在过去五到十年 其实台湾教会非常积极建造 这样的教会 但是一场疫情 其实提醒了我们说 你建造的教会 真的是神不可震动的国吗 如果不是 那我们到底在建造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问题 不止台湾的教会要面对 其实全球的教会 可能都要去面对 观察台湾教会 我就发现台湾教会 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 去做这些事情 我不敢说这些事情不好 我不敢说这些事情不对 它有现实的考量 它有现实的需求 可是我觉得 教会真的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我们建造的是不可震动的国 还是会震动的国 所以我听到的是 其实从你的观察 从大概96年到2016年 有20年的时间 台湾教会长期的 是呈现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趋势 甚至在2016的华福大会 那时候你代表台湾区来报告的时候 其实连你都很兴奋 但是好像2017年之后 发生了一些事情 以至于当2022年 当你们机构在做这个教室报告的时候 发现其实从数字上来看 台湾教会已经陷入停滞 甚至衰退的一个现象 特别让你担忧的是 我们的儿童进入到青少年的人数 是快速的下降的 那你也谈到说 台湾教会其实一个亮点是 过去这些年 我们对传福音不单单只停留在 把福音传出去 把人带进教会 也包含到后面的成长跟生养 这个陪伴 门徒训练 这是正面的 可是你也谈到一个忧心的 就是说这种教会的增长建造 无形当中造成了一种堂会主义 甚至我们在建造的事情 我们到底在建造的是 会被震动的事情 还是不能震动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值得反思的 那其实我很好奇 就是从你刚才简单这样讲 台湾教会的现象 我有三个问题 可能两个 第一个就是 似乎2016、2017年 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从成长到停滞到衰退 当然撇开疫情的因素 疫情是2020年 撇开疫情的因素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是在那段时间 突然的 我不会说2016、2017年 是转捩点 因为2017年 是我们倒数第二次 做统计的时间 OK 所以我只有那个时候的数据 所以就数据而言 2017是高点 可是说不定2018、2019更高 OK 我不能说那个是转捩点 是 可是显然2017年到2022年之间 这五年有一个转捩点 是 什么时候转捩我不知道 是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嗯 我 我不能代替所有人说话 嗯 可是我的观察是 觉得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教会花了很多心理时间 建造了一个 我们觉得很美的 很荣耀的 教会 可是这个荣耀却 却会崩塌 嗯 那这个荣耀是我们以为的荣耀 还是上帝的荣耀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 常常 我这样说好了 我常常鼓励一些 教会的牧者 尤其是那些追求 成长 或者成功的教会牧者 嗯 甚至 他们常常去 去外面取经 从别的所谓的成功模式 来取经的教会牧者 我常常鼓励他们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 他们的确很 有很令人羡慕的 呃成果 嗯 是 可是他们 没有一个是 一样的案例 嗯 他们的成功模式 或者执行的方案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嗯 而当我们去把他整套学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变得似不像 因为到底我要用哪一套 是 或者我现在要否定前面那一套 来支持 巩固后面这一套吗 嗯 但是我发现 这些成功模式 大概都只有一个format 一个公式 嗯 是让他们成功的 嗯 就是呢 他们完全接受神 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 并且他们寻找神 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 到底要我们为这个地方做什么 是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成功模式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处境都不一样 而他们面对那个处境的处理方式 也都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好好的回应了神 给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呼召 嗯 而这是台湾教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了解别人的做法 高于我们 神所给我们的 现在的环境 嗯 那这个就必然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不懂得在地 我们很懂得别人的那一套 我们很懂得 其他的成功模式 嗯 可是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连接 这个地区 嗯 举个例 疫情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多的教会 这个奉献短收 嗯 就是如果 稍微观察一下 在地的发展 其实台湾没有 发展的像中国大陆 在这个 虚拟支付 嗯 就是 虚拟支付上这么 这么快 对 可是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好几年 这些东西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慢慢 这些 虚拟支付的厂商 都在打市场 打江山 希望占 占一片天嘛 因为这中间的利益是很大的 对 可是台湾教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慢慢的 还是用 维持原来的习惯啊 那这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呢 在维持原本习惯的同时 我们并没有去理解在地的文化 已经在改变了 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以至于呢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那个早就接受数位支付的 这些教会呢 他们的奉献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可是绝大多数的教会坚守在原本的 他们对现实的这个光景 并没有太多的观察 以至于呢 他们就面对了非常大的奉献的这个压力 是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 刚刚我也说了 台湾教会一直比较 比较谈悔主义 比较没有国度观 甚至连隔壁的教会 虽然我们会握手 不像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的 至少会彼此握手 彼此认可 彼此抱抱 彼此祷告 或者彼此帮忙彼此 可是实际上还是蛮大的区隔 说那是你的教会 这是我的教会 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话 怎么会有你的我的 我的右手不会跟我的左手说 那是你啊 不是我 这就是中风的身体 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啊 这个疫情来或者压力来 我们就会变成分化出很多的沙子 而不是一个力量 其实神的国度是很丰富的 但是当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力量变弱 很多教会岌岌可危 很多教会开始觉得说 我们自己都勉强撑过 可是对于那个岌岌可危的教会而言 他们可能是充满丰盛 所以中间其实有蛮多的问题 那最后我发现 有一个很根本的 刚刚这个议题的问题 就是其实教会越来越自私 OK 可是我不太敢骂教会自私 我只能说 教会需要更多的活出慷慨 神的慷慨 其实有蛮多牧师会问我 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奉献 通常没有钱才会这样想 我都告诉这些牧师说 不要教弟兄姐妹奉献 你要教弟兄姐妹活出神的慷慨 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对外面的人慷慨 对其他教会慷慨 对其他基督徒慷慨 你就不要担心 他不会对自己 每个礼拜跟自己聚会的人慷慨 可是当你不断在谈 要奉献 奉献到神的家 而且就是自己这个慷慨的时候 其实弟兄姐妹 很自然会转换另外一个模式 他不是慷慨模式 他是计较模式 就是说 所以教会最近又缺钱了 那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这个要这样用 他就开始计算 他就开始帮教会精算 他偏偏又不是精算师 可是他们又开始精算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帮助 帮助弟兄姐妹 或者以我的立场 我们真的需要帮助 整个台湾的教会 重新去面对 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舍己 而这个舍己是极大的慷慨的一个性格 就是神给我们的 或者神活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个慷慨 他甚至把世界交给我们来管理 这何等大的慷慨 可是我们常常是把我们手上的 管在自己手上 我们觉得我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一份 可是实际上神是要我们拿这个去 成为别人的祝福 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觉得 其实台湾教会 在这个中间有一肯大的衰落 除了科技 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趋势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本来教会可能体质 就不如教会想象的这么稳健 我们常常说是两代的问题 其实这不只是两代的问题 这是我们太注重人数 而欠缺肌肉的锻炼 我可能要这样说 教会有点虚胖 那虚胖其实体重很重 可是身体不健康 容易生病 所以当病毒来了 就这个身体就容易垮掉 那这个虚胖的问题呢 常常会在两代中呈现出来 因为某一代 每一代都有他认为的 丰满的概念 然后各自去建造 他们认为的丰满 那上一代对丰满的概念 下一代不愿意搭配 就会产生很大的断裂 然后呢 疫情其实是给了任何一个 他其实对教会有一点失望 可是他到以上 抵不开教会的人 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说那我在家聚会咯 那在家聚会 你知道镜头绝大多数都是不开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就把所有的聚会当podcast 对不对 耳朵经济 那问题是 问题是这样子 生命是不会成长的 但是其实你这个问题 水本溯源是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过去教会的牧羊模式 其实也是告诉弟兄姐妹说 你只要听讲道 生命就会成长 所以现在反正 每个教会都可以直播 因为不直播 好像弟兄姐妹也不见了 但是直播 听了讲道 我就会成长了吗 实际上也不然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一直说是非常古老的问题 它不是疫情才发生的问题 是疫情加速了这些问题的进程 但是诚实说 讲了这么多听起来很沮丧的事情 我倒认为这是好事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被一些台湾的牧者邀请去跟他们分享 我怎么看疫情这件事情 我把疫情类比成巴别塔事件 上帝原本给人的心意 是要人片满地面 可是巴别塔的人说 那我们不要 我们要聚在一起 于是发生了语音变乱的事情 被迫 人类被迫要片满地面 其实最终是完成了上帝的 片满地面 给人的心意 会不会疫情 教会面对这些挫折 波折 其实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机会 要教会不要这么在意 聚练聚在一起 而是更分散 其实这个事情 同样的概念在初代教会也发生过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这其实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祝福 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灾难 那么我只能说 其实那个灾难是对于 我们过去以为的教会的样貌是灾难 可是对于一个永不震动的国的 那个样貌 不会是灾难 因为神的国不会被灾难影响的 你这样分享的时候 让我想到大概几个礼拜前 我在香港跟一个 曾经是一个破万人的教会 的牧者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 很多时候回过头来才会发现 当我们以为自己最强壮最丰盛的时候 往往是最黑暗的时候 而遇到挫折 遇到打击 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时候 其实仔细来看 那是上帝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 从一场梦里面醒过来 所以我刚刚在听你在分享的时候 我听到三个很重要的点 是你对台湾教会的一些观察 而且我觉得每个点 虽然好像是从负面切入 但其实都有个非常正面的引导 第一个是你讲到一种在地的态度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 是的 我们能够庆祝别人所做的好的地方 我们能够去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 怎么样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启发 但是不是寄望着凭空去抄袭 去复制他人的成功经验 而是好好的去倒成肉身 就如同基督倒成肉身 看到在本地上帝 把我们这一群人 这个样子的人放在这里 其实别人的经验不是坏的 你知道吗 意大利菜很好吃 可是你到台湾开意大利菜馆 就不能拿同样的 同样的做配方来 我们的披萨长得就会不太一样 加的料就会不太一样 需要调整 那第二个你提到的是 其实我们好像某种程度 我们也会变成一种很自私 不论是堂会或个人 我们都好像是一种比较自私 但你提到说 其实教会是被呼召成为一个 活出上帝丰盛慷慨的一个群体 那这也是一个操练基督舍己的 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第三个你讲到的是 会不会疫情只是显示出 台湾教会的体质 本来就没有太好 或许我们过去以为自己很强壮 但是疫情一来就看到 本身的体质 那我刚才在仔细听你的分享的时候 我是想说 会不会你讲的这个体质的不好 是我们渐渐的养成一种 消费者心态的聚会模式 或者是许多的弟兄姐妹 包括传道人 我们自己都觉得 只要来了坐在那边 乖乖听了 这就是一种成长 这就是一种成功 可是当考验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只听不练 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操练 其实这样的门徒生命 是好像看起来可以 有人数 有人在那边 可是实际上弟兄姐妹 包括牧者我们自己 其实都有需要 更一个回转 或者是重新诚实 面对教会体质 可能真的是需要改变的一个现实 我这样说好了 我觉得 用正面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是 上帝在提醒台湾的教会 我们要升级了 如果 我不能说听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如果有人愿意坐在那边 听一个牧师讲道 我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种程度的尾声 可是用我们的成长历程来看 我们什么时候最需要听课 就是我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 我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做 不然我可能走到马路上 我都会被车撞到 因为我没有听老师的话 可是这个是幼儿 或者是小学 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时候 可是就连圣经都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长大成人 我们要离开吃奶 所以吃奶很重要 我不能说它不重要 可是我们要意识到 这个时候我们在培养的是 吃奶的弟兄姐妹 对于一个刚出生不吃奶的人而言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进程 所以我不能否定他的意义 但重要性 可是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个 甚至我们把吃奶跟精致化 把那个奶瓶科技化 很厉害的奶瓶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教会的进步 或者福音的美好 那我觉得我们就有点歪掉了 因为进步的方向不是 我们让那个奶更甜 我们让那个奶瓶更容易吸 不是 容量更大 不是 而是有一天他能够摆脱吃奶 是 他能够吃干粮 他能够自己跟神连结 他能够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才是目标嘛 是 可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努力 花很多时间去让那个奶更好喝 让那个奶还添加香蕉口味 哈密瓜口味 然后让大家更可口 就更愿意吃 为什么 因为从吃奶进入吃干粮阶段 一定会掉粉的 一定会有人觉得受不了 一定会有人觉得说 拜托这样这么痛苦 可是 这才是门讯的目标啊 这才是教会往前进的目标嘛 是 所以其实我们花很多功夫去精致化那个奶 去练那个奶 我们却没有去练干粮 去练冰 所以冲击来的时候 奶水供应 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可爱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是 那我很好奇想继续接下去问的 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可能的面向 是需要成长甚至升级的 那面对未来台湾教会 你觉得有哪一些需要认真面对跟发展的 具体来讲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可能很多牧者听到这里 也会觉得说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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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可能谈到说 那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 当然我们刚才也知道说 大概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公式 也没有一个 用这套教材 你的教会就可以升级了 可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向 或者是指向性的建议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第一次的宗教改革 五百年前 那个时候教会面对的光景 其实是 弟兄姐妹非常近浅 所以他们才会去买书对券 因为他们想要得救 可是呢 他们没有能力 自己明白神的话 所以 上面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你就 人家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这点 其实他就是很好的门徒啊 可是上面 当上面走歪的时候 那个下面就一片岛 所以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 他们强调的是要帮助人 自己有能力 能够去读圣经 简单的说 我用阅读力三个字来代表 要帮助人 有阅读力 他们认为 当人自己能够读圣经 理解圣经的时候呢 人就能够摆脱那个 可能走歪的风险 那感谢主 我觉得在过去五百年 教会也非常强调这种教育 真理的追寻 甚至圣经的解析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 对 可是呢 到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一件事情就 就就就就就 就变得越来越白热化 越来越明显 就是你的解析 跟我的解析也不一样 甚至 不同的神学院 对同一个 同一个经文 或者同一个概念的解析 都不一样 那到底谁才是对的 所以 现代的基督徒 面对的问题 不是我没有能力读懂 而是 我有能力读懂 可是 有太多东西可以读 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 现代的教会 或者台湾的教会 真的需要培养 从上到下 从牧者到弟兄姐妹 都需要培养一种能力 叫做分辨力 分辨力就不得不讲到 我自己过去的 学生时代的专业 就是哲学 其实我以前在中原大学 教过一门课 叫做批判思考 这是很重要的 很基本的一种 人文思维的能力 的训练 可是你会发现 无论是神学院 或者教会 从来不教人 这方面的 或者不培养人 这方面的能力 甚至 更糟糕的是 很多教会是希望 弟兄姐妹 不要批判思考 教会怎么说 就怎么做 顺服就蒙服 可是顺服 不是顺服你 顺服是顺服上帝 所以我觉得 这中间产生 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是台湾教会 需要去努力的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自己 有思考力 有判断力 以至于 我们能够重新 回到当初 宗教改革 所希望帮助 那些不会越独立的人 所回到的 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 叫做自己能够欲欲见神 那现在呢 因为 阅读力没有问题了 可是分辨力 大有问题 那资讯又太多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选择放弃的 就好像 你进到一个餐厅 然后那老板 抱了一叠 很厚的menu给你 那那menu里面 有十万道菜 诚实说 你根本不知道 怎么点菜 你会直接问老板说 老板 你可以告诉我 哪一道菜比较好吃吗 然后老板说什么 你就会点什么 根本不会看menu 因为十万道菜 你看不完 其实现在在餐厅 就是这样 第一页就是推荐菜单 然后多数人 就是点推荐菜单 不会再往后看 OK 同样的 当网路上的资讯 这么发达 各种的解经 各种 甚至有些是 极端或者异端的解经 都平行呈现在 网路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 是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选 我们不知道怎么选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直接问牧师 牧师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但是这个问题 就回到了500年前的光景 不是我们没有阅读力 不是我们不能读资料 而是我不知道怎么选资料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教会要去面对的 其实我认为 现在台湾的教会 甚至全世界的教会 都在 都回到了500年前的 当时的光景 只是没有人贩卖赎罪券而已 但是那个光景就是 我们有阅读力的 我们有能力了 可是我们没有分辨力 以至于我们放弃选择 我们干脆交给牧师来选择 因为我们觉得牧师 是经过神学训练的 可是问题又回来了 他是经过哪一派的神学训练的 那一派跟另外一派 在同一个观点上 又是冲突的 那到底我要该听谁的 所以最后大家只是信任 我信任你 OK 信任这个人 可是很抱歉 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 要信任任何一个人 而是要信任那个 向我们歧视的那位上帝 所以这是教会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问题 这我认为是现代台湾教会要面对的问题 马克很快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follow up 可能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最后一题 但是这一题就是 当你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人因为无法阅读 所以需要倚靠 这个当时天主教会的一些祭司 那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是 让信徒拥有阅读力 能够直接去读上帝的话 而到了今天资讯大爆炸的时代 大家都能够阅读了 可是问题是太多的资讯让我们瘫痪了 以至于现在更重要的是分辨力 那我的问题是 当信徒开始培养出分辨力的时候 要怎么去避免最后进入到一个极端 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小教宗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每个人都变得有分辨力 那都认为自己的分辨才是对的 那群体的意义又何在 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随便拿一个东西来举例就好 你随便拿起手边的任何一个东西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一面 所以我是这一面的教宗没错 可是问题是我必须要接受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我只能看到一面 是 这种humility谦卑的态度 所以我要怎么样真正认识神 我需要不同面 而且我需要彼此的真实的交换我们的领受 我拿自由女神像来举例 如果自由女神像超级大 无限大 像上帝一样无限大 那我穷我的一生 我大概只能看到自由女神像的大拇指的脚皮 那你呢 你很聪明 你比较厉害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的脚的小拇指 然后我就说神就是长这样 你说神是长那样 那我们就打架了 甚至宗教战争都有可能 可是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 甚至彼此劝勉 为什么 就是我能够把我看到的告诉你 你能够把你看到的告诉我 可是我不一定会立刻认同你 因为我看不到嘛 那你也不需要立刻认同我 因为你也看不到 可是还好感谢神 我们有一个中央标准时间 就是圣经 所以我们可以都同样回到圣经里面 对照圣经 然后呢 在都和圣经的状况之下 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领受 你所领受的 可是我至少在我的脑袋里面会知道说 可能神不止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教会的彼此对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告诉很多牧师 对不起啊 这个有点呛啊 我常告诉很多牧师说 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 他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来教会了 你碰到他你会跟他说什么 所有的牧师都会告诉我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向他停止贯乐的人 那我就跟这个牧师说 那经文备完嘛 不要只背这两句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向他停止贯乐的人 后面下一句是什么 很多都忘记了 可是他也不难嘛 就查一下就有 你们不可停止 向他停止贯乐的人 总要彼此劝勉 所以对于希伯来说 作者而言 什么叫聚会 是彼此劝勉的 那我就会问这些牧师说 那请问你们最主要的聚会是 礼拜几 礼拜天嘛 主日崇拜 那在主日崇拜里面 有没有劝勉 有啊 当然有劝勉 怎么可能没有 可是在主日崇拜里面 你劝勉我的时候 我可以劝勉你吗 如果主日崇拜 不是一个彼此劝勉的聚会 而只是一个 单向劝勉的聚会 那我就问这些牧师说 请问你们教会 停止聚会多久 因为希伯来书讲的聚会 是彼此劝勉的聚会 不是单向劝勉的聚会 是 所以 那彼此劝勉 到底意义在哪里 对于希伯来书而言 彼此劝勉 就是帮补他们彼此 不至于跑回到 犹太教的光景 因为他们正在被这个吸引 可是对于当代而言 彼此劝勉是什么 彼此劝勉除了帮助我们 更坚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和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外 其实很重要是帮助我们 更多的多元的 看见神的样貌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有这么多的资讯 所以这个分辨不是说 我要判断 谁是唯一的真理 谁不是 而是要懂得分辨 哪些资料 是帮助我更认识神 因为我们的目标 不是找出真理 我们的目标是认识神 所以这是我认为的问题 所以再一提 我觉得台湾教会 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我三句话就可以讲完 教会非常属灵的 去包装教会的世俗化的问题 其实教会蛮世俗 教会用很属灵的方式 来包装世俗化 同时教会又很努力的 区隔自己跟世界的不同 结果呢 我们就很缺乏 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回应能力 但是我们又非常的世俗化 但是我们把世俗化讲得很属灵 我们觉得我们是超越世俗化的 所以这是台湾教会 接下来要面对的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在过去 我跟很多牧师在交谈 就发现 我们谈了很多台湾教会的问题 发现最后的归结 大概就是这三句话 教会非常属灵的包装世俗化 又很努力的 区隔自己跟世界不同 以至于缺乏对世界真实状态的 回应能力 那你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今天台湾教会的这个处境 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 他有道 可是他成了肉身 可是今天的台湾教会 比较多努力的是 希望帮助肉身赶快成道 我们应该回头来 学耶稣的样式 让道进入肉身的世界里面 让道对现代的人的困境 能够说话 让道对现代人的挣扎 包括我们自己的挣扎 其实我们也活在现代 我们也在面对同样的挣扎 没错 这个道难道对于挣扎的 我们没有话说吗 有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表达我们的挣扎 并且让其他人知道说 嘿这个道 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挣扎 可是这个道对我说话 也能够对你说话 我们比较缺乏这个 我们不要把道独立出来 因为不是俗话 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 我们就把道变成一个独立 很伟大 很漂亮的 完整的 很系统化的道 可是跟这个世界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然后我们就希望鼓励大家 祷告 寻求来认识这个道 并且活出这个道 也就是我们要肉身承道 可是如果神的策略是肉身承道 他根本不用来到世上 他直接 他直接开一条路 反正你们能够承道就好 我们比较是这种 这种角色 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台湾 或者我们的教会 我不要只针对台湾 很多教会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求主帮助教会 真的是重新活回 耶稣那个道成肉身 感谢主神给我们道 我们领受的道 可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活在肉身里 活在世界上 以至于世人借着我们 能够看见其度 是 谢谢 我觉得这个话题再聊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聊不完 因为有太多 其实还有很多的共鸣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下一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聊到说 其实今年9月就是第四届洛桑大会 那其实我跟马克 我的学长在聊的时候 其实有几次 其实马克也不断的挑战说 其实今天教会看宣教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新的眼光 这让我想到 其实肉身大会 不论是第一届第二届 其实带来一个很正面重要的影响 对全球福音派教会 不单单是一个聚集 而是每一次的聚会 几乎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比如说第一次的洛桑大会 让我们当时的 全球的福音派教会觉得说 普世宣教好像已经完成了 因为已经每个国家都有教会了 可是当时有人在会议当中提出说 我们需要看到 每一个地区国家里面 人就有不同的民族群体 用文化语言来划分 所以提出了未得之名的概念 那不得不说50年前 这的确是让当时的福音派教会 重新燃起一波 对普世宣教的热情跟回应 那到了第二届洛桑大会的时候 是1989年在马尼拉 那个时候许多语会者就提出了 十四十之窗的概念 就是北纬十度到四十度 大概是最多所谓 魏德之民所在的地区 那这部分很多是信仰印度教的群体 或穆斯林的群体 那这在1989年的时候 也是当时的一个事实 那所以十四十之窗 在华人教会当中 我们如果对宣教关注的 大概也都不陌生 而到了第三届洛桑大会 2010年 Christopher Wright 谈到了一个整全宣教的概念 整全使命的概念 也提到 不单单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恢复 我们与彼此关系的恢复 也包括我们与受造万物关系的恢复 那第四届洛桑大会还没有开 但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 教会领受的使命是不变的 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不是永远的拉着抓住某一套 因为这不是洛桑当年的精神 洛桑每一次的会议 几乎都提出了所谓的一个新的世界或视野 Horizons 让我们看到这个普世福音化 一个重要的 我们需要关注的事实 那我很好奇就是 对第四届大会还没开 可是你在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有自己的观察 跟你的想法 你可以不要分享一下 你认为今天台湾教会在回应 宣教使命上 我们遇到哪一些瓶颈 以及该如何重新理解 上帝所托付教会的宣教使命 跟往前走 OK 我觉得我们很习惯性的 把宣教 或者传福音 宣教比较多人在谈的是跨广大 不是的 传福音可能讲的是 比较是local的 我附近的 但是对我来讲 是一样的事情 不过anyway 我们比较多把传福音 或者宣教这件事情 当成教会的一个事工 而不是教会的核心 但是我们却忘记 整个教会的存在 是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加入 或者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或者成为基督的门头 换句话说 教会有非常非常多事工 敬拜 爱应 讲道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工 可是这些事工的存在 其实不是为了宣教 也不是为了传福音 而是为了让神的国度展开 让更多人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至于这个动作 你要把它称作宣教也可以 把它称作传福音也可以 对我来讲没差 因为重点不是宣教 也不是传福音 而是帮助更多的人 成为跟随基督的人 是 但是当我们也把宣教 当作众多事工的一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忽略了 教会真正的使命 是帮助人成为跟随基督的人 我前一阵子才听到一个数据 我吓了一跳 我也去正在查证中 说美国有些人在计算 每一个受洗的人 换句话说 就把受洗当作得救的话 虽然不完全是 但是如果把受洗当作得救 每一个受洗的人 平均成本是多少 平均教会要花多少钱 才能让一个人受洗 那他们的算法是这样子 就是拿教会的年度预算 其实每一个听的 听现在在听的 牧者都可以这样算 他拿教会的年度预算 减去海外宣教事工的预算 因为这没有发生在local 自己身上 对 对他减去 然后剩下的那个费用呢 除以当年度教会的受洗人数 嗯OK 那最简单的算 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 每一个教会大概年度预算 都是10到20万美金 然后得救的人 如果是10个的话 那就是每一个人大概要 好几万美金 对 得救啊 然后我就问了 那个告诉我这个数据的牧师说 那美国的教会的平均值到底多少 嗯 他给我一个吓死我的数字 他说150万 呃台币还美金 美金啊 一个人150万美金 对 所以我要去查证这件事情 但是 哇 我听到其实吓一跳的 哇 那那换句话说 到底我为什么会这么多 不合理吗 为什么会这么多 因为我们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事工 宣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嗯 所以很多事工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预算 时间 精力 可是宣教是其中一个 我们很重视的 嗯 甚至那些强调自己是宣教的教会的教会 嗯 嗯 你去看他的预算比例 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嗯 对不起 我不是要骂任何人 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事情 是 但是话讲回来 我觉得我们很会谈宣教 我们很会谈传福音 简单说我们很会谈大使命 我们却常常忘记大诫命 嗯 大诫命才是大使命的基础 嗯 当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而成为门徒的基本的概念 就是大诫命 嗯 活出大诫命 那我常跟很多牧师讲一个例子啊 假设我是一个那个化妆保养品的推销员 嗯 然后呢 我来要卖 卖你一个 我正在卖的这个 最畅销的保养品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正在使用它 然后呢 这个保养品呢 我就拿着那个罐子 我就开始念 它上面的所有的写的这个slogan啊 它的内容啊 它的成分啊 它没有经过动物实验啊 它怎么样啊 它人畜无害啊 然后它的效果多厉害 我就念完了 请问你会不会买 多数人不会因为你念的很对 没错 而买 多数人是看你的脸 你的脸如果光滑细嫩 他就买 如果你的脸像我一样坑坑巴巴的 他就误不买 所以我念那些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是不是没有用啦 有用啦 但是最后决定的关键 其实是我看你的脸 然后诚实说我们就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那个保养品的贩卖者 那个保养品叫做福音 我们不断的在 在兜售福音 告诉所有人 说福音有多好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跟随耶稣的 这个福音有多好 然后我们不断的念着产品宣言 产品行路 产品系统化的产品 这个内容整理 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的脸 他看你有沒有活出那个福音来 既然这个产品这么好 你的皮肤怎么会 这个样子呢 人家是用这个来决定 他要不要来跟随耶稣的 或者买这个产品的 换个角度讲 当我们在一直不断强调福音 传福音 一直强调宣教的时候 其实我们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假设我们活出来的不完全是基督的形象 假设 那么我们去传遍的福音 宣遍的教 我们真的在建造接触基督的身体吗 如果不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来 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 甚至这个生命问题包含了 为什么我们不去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不去宣教 因为我们好像还满脑子想的是 我自己还不够 我自己还不够 可是诚实说 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觉得自己够的 只有一种人会觉得自己够 就是他不断的自己给出去的那个人 他才发现 哦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可以给 但是当你用一个客观标准 你就会发现没有人是够的 连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都还在努力赚钱 为什么 他不够嘛 所以我不是瞧不起 有钱人 也不是觉得穷人很可怜 不是 而是能够给出去的人 愿意给的人 才是最够的人 所有人 只要不愿意给 永远都不够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当我们开始学习 活出舍己的生命 活出耶稣为我们 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个生命 当我们愿意为我隔壁的邻居 钉死我自己 当我愿意为我的家人 钉死我自己 当我愿意为职场里面的伙伴 钉死我自己 可能是我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啊 因为我是被钉死的那个嘛 可是当我们都开始这样的时候 其实福音不传而自传 我没有在讲福音的论述 可是福音就出来了 人家就看到我的脸有光亮 同样的 我认为宣教也是这个样子的 回应不是宣教的概念 我相信当基督徒到一个地方 即便只是过生活 他都应该可以彰显出福音来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是不欢迎基督徒的 是不欢迎基督教的 可是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做生意 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过生活 他们不会不欢迎你去帮他赚钱 可是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活出来的是 整全的福音吗 是我们真的被改变的生命吗 是光亮的皮肤吗 还是坑坑巴巴的皮肤 那如果是坑坑巴巴的皮肤 我们再怎么样把福音讲的伟大系统化 毫无瑕疵 神学上完美 虽然做不到 但是假设我们真的有完美的神学福音 神学上的福音 那也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只是把产品型录念了一遍而已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我认为这是 不只是台湾教会需要面对的 其实这是普世的教会 都需要重新去思考的 我们在传福音 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福音在我们身上 是 那么我们需要先让福音成为我们 是 或者我们成为福音 以至于我们走到哪 讲什么 做什么 都会有福音的果效 是 好 谢谢昊林牧师 最后的这些分享 特别是我听到两个 好像吊诡 但其实是一点都不吊诡的两个焦点 第一个是 教会需要认识到我们存在的使命 跟我们之所以会存在 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宣教行动 这个宣教或福音工作 不应该是教会的众多事工之一 而是我们的核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提醒了 大监命跟大使命 这两个是不可切割的 我们今天若真的要把大使命认真的看待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在福音里面 其中一个 今天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物质社会的时代 其中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 每个人都想要聚集资本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脉络当中 其实一个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福音彰显的 一个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慷慨给予的人 而透过慷慨的给予 不论是透过刻意的宣教 去到个地方 或者是 就是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 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 我们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福音的时候 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 其实宣教福音的工作 很自然的就借着上帝的百姓展开 再一次谢谢马克牧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浩林牧师的分享 听完这一集之后 你对自己所身处的地区 过去十年教会的发展 又有怎么样的观察呢 欢迎你透过资讯栏的连结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察和反思 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 来认识理解上帝在全球的作为 以及你所身处地区教会的处境 好让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访谈当中 能够服侍到不同地区教会的需要 在过去五年 不论是北美和亚洲 华人教会都感受到 公共议题关注的压力与焦虑 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深深渴望 教会不只关心组织的发展 也能够回应所身处的社会 那些与我们和我们的 灵社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 到底有何意义呢 下周我们邀请到普世佳音新媒体 传播机构执行主任安平牧师来谈谈 华人教会为何需要关注公共神学 又该如何发展回应公共议题的行动力 我们下周见